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水與金融 我是白冰 我是混水 我們在星期三討論之前 抽小時間出來錄了一集 沒錯 我們今集就講講施政報告 不過我們節目通常是星期五推出的 星期三我都恐慌到時候會有些時效性的問題 我們可能講一些比較長期的東西 可能講一下樓 股等等 其他人才計劃 或者笑一下那些2元生小朋友都可以 你自己有沒有立過今年的施政報告 一些地方你是有很關心的部分 或者不關心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大部份的人都不算特別關心 是 我就沒有什麼關心 因為大局已定 無力感大局已定 我純粹覺得香港的班官 人的智力水平不算很高 管治能力也不算很高 一個人能力也不高的時候 他們做的事我就不會有期望 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 但又不代表我對香港這個地方沒有希望 我又覺得香港還有很多東西要玩 但純粹這班人就衝出來拆拆 所以就任由他 講到期望這個概念 我再考慮一下 其實用這個角度去看回 今次整份施政報告 都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原因就是在於 本身有些措施大家都預期會發生 到最後真的有發生 但是他做的那個幅度 是沒有你預期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壞消息 譬如樓市的那班啦啦隊 他們是希望全面撤銷樓市的辣椒 但是現在距離全面撤銷都還差幾遠的距離 少切啦 什麼三年變兩年 是啦 然後有些就變成7.5% 賣家引花稅就變成10% 然後有些專材計劃就改變了徵稅的方式等等 所以你叫做切半額 但是因為市場期望你是100%全面撤銷 那你切一半的時候 技術上你有撤銷到 應該對那個實體的環境是會有些影響的 但是因為你跟那個市場預期是不同的 所以都是變相了是一個壞消息 那股票也是 上次我們不是說租樓的嗎 幸好我還是沒有租 不是 你說要等一個旅程回來 你也沒有去過旅程 對啦 那樓市就有些時間可以反映一下 可能有再便宜一點 是啦 我覺得這次的切一半是令市場預期落空了 雖然你理論上切一半都會有一些實體的經濟效果 但是因為跟市場預期太大了 所以用預期這個角度去切入 其實反而我覺得都是比較合理的 即股票也是 股票的人是說印花稅要減 是希望你再減多些 現在只不過是減回兩年前的幅度 現在是0.13% 他又減回兩年前0.1% 那就減了0.03% 即是你都叫減了 你減了一點都一定會有些效果出來 但是市場是預計你再減多些 結果就減不到市場想要的位纜 到最後就變成一個壞消息 所以你看到今天一開始的時候就急升四百多點 即是昨天那些人鬼殺禁材又說跌穿了17000點 即是所謂昨天今天我跟正 就是說星期二 星期二就跌穿了17000點 然後去到夜期的時候又夾了400點 接著到星期三一開始 又是上升了400多點 但是那個升方是不停收窄的 去到講完整個施政報告的時候 是升不夠100點 只有九十多點 所以你會感覺到 因為那個施政報告一次上升了三個多小時 它是一直上升的時候 剛好市場也一直在開 那些人就會回應到施政報告的預期 所以升幅就急速收窄 還有始終恆市裡面都有很大部份 是一些樓市相關的股份 例如本地地產商 結果你在做的減納的幅度 就跟那個市場預期下差太大的話 那些地產股都是被扔的 所以又拉動整個恆市的升幅急速收窄 所以用預期去看這件事是好的 有些人會說這次的施政報告都不太合格 原因我也明白 你叫它減的東西 它又減但它永遠都是做一半 它不做完 當然也會有一個原因 因為現在你樓市還有一些辣椒頂著 如果你真的全面切了辣椒 然後樓市繼續跌的話 你變相沒有招 你沒有招可以出的了 現在你切一半 這樣就看著 又慢慢切一半 又好像有做事一樣跌一跌的了 這就是跑KPI的理論 因為現在特首經常強調KPI KPI就是你怎樣可以達到KPI 你永遠把KPI設定小一點 然後你每一個階段去撕到KPI 那你就做到事 現在的概念也是一樣的 你叫我全設不行 我切一半 你下次又再除了我全設的時候 我又再切多一點 然後又再切一點 那我永遠都有回應你的訴求 只不過我不是回應曬的意思 政府是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還有這個也可以說一下 就是究竟切了辣 對市場的影響是什麼 當然市場預期切完 但是沒有切完都會有影響到的 在客觀物理的世界都會影響到 那麼很多人就會預期 就是切了辣之後 樓價就會沒有跌得那麼厲害 或者好一點 但是其實這個是未必的 可能之前阿瑞哥也有說過 其實是可以跌得更深的 沒錯 尤其是現在的那種切辣 你發現買家的切辣的比例 是大過買家 即是銷售者是比買家 那你銷售者 那你銷售者就繼續扔出去 是啊 有機會更差 如果要很簡單地看 其實當中是涉及了兩條數 首先就是切了辣之後 會不會多了買家 另一個條數就是 切了辣之後會不會多了銷售 這就是看這兩班人 對切辣的彈性 如果一個彈性大過另一個 譬如切了辣之後 多了很多盤放出來的 譬如辣椒由三年減到兩年 即是你持貨兩年就可以放了 市場可以多供應 如果多供應的上升幅度 大過多購買家的上升幅度 那個樓價就下跌了 另外一個重點 再看另一個就是 如果切了辣之後 那你就要看究竟有多少人 因為這個切辣而進入這個市場 覺得可以買樓 如果從大環境 因為我們很難判斷其他政治取頭 或者其他生活中 不跟我們同一個生活圈子的人 他們會怎麼想 他們會不會覺得 切了辣之後 我買的樓 我會多了選擇 如果我買完之後 我二手放回來 就會變得更容易 那他們會這樣想 還是其實都是想 他期望樓價會不會升 如果他不期待樓價會升 其實不入場那班都是不入場 入場打算結了分 要買樓的那班 其實都已經在場裡 這樣 這個我想是一般的用家 或者potential買家 會在腦袋裡面計算的 一個決定的模式 這個完全明白 去到後來 除了說切不切辣之外 你都要看看市場的預期 都是剛才一直說的 辣只不過是構成樓市 分析框架的一個小部分 你最主要都是要看樓市的供應 是怎樣 你發現是沒有停的 供應都是繼續大大力去推出來的 北部都會驅 接下來又會再落實 四個重點的框架 現在因為司令報告 通常司令報告 最主要都是說一些大事 你具體怎樣落實 其實是之後才會補充 現在講了大方向 之後再補回一些小細節 這個是從來都是司令報告 或者是財政預算案的特色 因為一個政策 是在三個小時內交代 背後都有很多討論 討論 要注意的地方等等 所以辣椒設一半 然後供應繼續大大力推 其實都是差的 就是樓市你預計 我覺得都是搞不定的 都是會繼續倒下去的 所以就不要太optimistic 還有之前講過 就是那個預期 是有另一個面向去切入的 就是如果你預期每隔一排 政府就會切辣椒的話 變相當刻 這一刻你不會入市 你是會等它再切多些的時候 才會入市 因為你永遠越遲買 那個辣椒的寬鬆程度就越高 反正你不會現在這一刻去買 因為你預期它會再切 你預期會再切 即今次吵完之後 我想三個月之後 又會再切多些 因為本身這一年 都已經切了兩三劑 即一年都切了兩三劑 那你預計下年 可能又再切兩三劑的話 你越遲買 你就越便宜 變相你的Baiya 就是全部按兵不動 因為他都不用急著買 就跟你鬥斂 還有現在租都OK 那你又不用急著去上車 那這個也是很影響了那個Baiya市市場 那你怎麼看這個股市呢 就是它那個由0.13% 0.1% 基本上都是有些用的 但是跟市場與其都是相差太遠 那我引述一下 Golman Set好像都有一個評論 他說如果你減到0.1%的話 就會增加10%的成交量 但是10%有多少呢 所謂市場比較暢旺的時候 是說2000多億左右成交 那如果你可以去到3000億 就超級好 但是基本上千多億都是膽 但是這個月呢 最慘的是試過400億 也試過400億至600億左右 就是會有升降 每一天會有不同 但是都已經縮到這麼少了 你跟所謂好市的時候的成交額 是不可同日而言 人家好市的時候是2000 現在只有400 好了 那當作高成的評論是對的 增加10% 400變成440 那什麼呢 其實你距離要去到2000 這個所謂市場比較好一點的 一個普通的成交額 你1000還差了一倍 大佬幾 所以都是有些杯水車身的感覺 還有它有說到什麼創業版 轉主版的東西的寬鬆 這一個是有些少許複雜的 因為本身它已經說了會做這件事 然後聯交所也有一個的諮詢 是正在做的 所以它只不過這次有點像是邀功 就是你沒有話說的時候 就把一些正在做的事情都放進去 就懶得好像告訴別人 我有做到事情 這些都是KPI思維最常見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填整份成績表 展示給別人看很厲害 那你就悶悶悶悶悶都找些事情去說 但是有些事情已經在做 你都拿出來說的話 就不是一些新的事情 所以股市我覺得 整體來說都會好些 就是你始終有減了一定是好些 但就不要預計是一個 超級無敵大牛市的開端 這個就是過分樂觀的 始終還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因素 都是纏繞著那個股市 最主要都是加息等等 因為我又覺得 另外就是 山仔會比較容易上公屋 現在就 施政報告是不是有說了 施政報告 山仔容易上公屋 那個好像沒什麼說 反正山仔兩萬元那個 那個有 因為太多東西 三個小時 我這次都比較專注於一些 樓市、股市相關的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公屋那些東西 最主要都是說山仔兩萬元 就是焦點是放在那裡 那兩萬元你會不會因為兩萬元而生仔 我就肯定不會 這個就搞笑了 兩萬元真的 真的跌了都不結 開玩笑 不是 會結束的 但其實重點是 我想是輪功屋那部分 都重要的 我覺得兩萬元也是少 對於窮的人來說 兩萬元也未必多 可能兩個月的薪金 如果他欠這兩萬元的話 他就不會因為生仔而來 這兩萬元 因為還要等十個月 他會令你由零到一 你本身已經有生仔計劃 那些人 他就賺多你兩萬 但他不會刺激到 那些人由不生變生 但快點上公屋 這個就有機會零變日 我覺得快點上公屋 是會的 會窮人 會願意去增加他們的生育率 但基本上 這個政策背後的邏輯 都貫穿了整個施政報告 就是他有回應到你的訴求 但他永遠都回應你一半 回應你少少 他又不是全部給了 你試試生仔 其實有些人說李麗珊的計數 生仔四百萬元 但那個也很多年前 我們都很小 現在當然一定不止四百萬 通脹、卡拉、生活成本等等 教育成本 一定不止四百萬 其實有時候 那個免稅額定高些 或者你去到十萬至二十萬 其實開始真的會有人動搖 是打算生育 但是兩晚真的太少 給到六球就想 給到六球就會生育 很很多人會生育 但是去到十幾晚 我都覺得 都會有些人動搖 因為有些人可能 他本身的臨界點 就是差那一點 你突然間給他多一點錢 他就能打到那個臨界點 他真的可能會生育 那個優質的 那個優質到那個位置 但是現在兩萬元真的太少 兩萬元真的太少 對那個出生率 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提振作用 還有傳統的 以成熟發展的地區 或者經濟體 出生率永遠都是偏低的 永遠都低的 永遠都低的 民民主 是否極拳 都是這麼低的 都是這麼低的 台灣、日本都低的 都是低的 因為那個人類行為 就是你一有錢的話 你就反而是 你會計算到 就是你那筆錢 如果拿來自己花 你享受了 但是你要養個小朋友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卡卡 你可能放棄了很多東西等等 但是去到農村 或者一些很窮鄉的狀態 你生了一個小朋友 是你多了一個努力 一個勞動力 你農耕社會 你多了一個小朋友 多了一個人的話 你是可以耕到田 那那個是付出勞動力的 但是現在這個資本化 或者現代化的社會 那個勞力的 你不太高 最主要是努力 但是你要培養一個用腦的人 一個小朋友 你覺得成本又很高 所以你比較窮的地方 那些人才會出生極高 然後去到有錢的地方 反而是少很多 這個是一般性的現象 所以我這樣想 其實為什麼政府好地地 要浪費這兩筆東西 你給不給都是這樣的 然後輪快的公屋 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一班原本想住公屋的人 因為生子然後住公屋 或者可以住大一點 住大一點就一直都可以 你生多個都可以住大一點 輪候公屋那方面 如果可以快些住公屋 其實你是幫助這個地方 增加多了一些所謂 我不想這樣用這個字 總之不是一些很高產值的人 這個是最奇怪的位置 還是他們可能已經覺得 其實無論expert又會走 無論高產值的人 通常他們都偏向移民 都不在那裡 都放棄的 其實是引入外勞 好像新加坡就是 新加坡極多外勞 你引入外勞 你引入外勞 有些人經常會混合了這個概念 你引入外勞 不代表引入移民 就是外勞是持有工作簽證 你無所謂的 入不了席就可以了 你可以限制他入席 我記得將會有一套美劇 是找了一個知名電影演員 我忘記了 Anyway 那些其實都是用工作簽證 他來香港做事 來香港拍攝 Nichol Kidman 對 那也替我猜對 誰 因為疫情 又說不讓他進來 又說旁邊 什麼什麼 這些高增值人士 知名人士 對整個城市的 會有益的電堂級演員 他來到這裡 他不是來移居 他來做事 你的工作簽證 你一定批給他 所以 Steers 經常搞錯了移民和外勞 其實是兩個概念 你引入外勞 是不會擊倒你本地居民的生存利益 當然你可以負責 就是我去街邊吃飯排隊 那條龍長了 那就是這些事情 它marginal 對你的影響 不是真的那麼大的 只有是移民 它才可能影響到你本地人的一個生存環間 如果是外勞的話 其實那個負面效益不是那麼高 還有外勞會影響一些 可能是基層員工 就是他們的人工可能會低了 是 就是 有些飲食業的人都說過 如果是請外勞的 你找一個 一萬多元可以頂到一個香港 收兩萬多三萬元的人 可能他們都會吃英文 會介紹飯單的菜 你知道飯單他們都很煩 是 又要介紹又要成的 那可能原來 一萬多元你請到一個大陸 有F&B經驗大學生 下來做這件事 那就可以頂到一個兩萬多元的 那些老闆很難抵受到這個引誘 那變相就會影響到這班人 會有這些影響 但是如果長遠來說 那個地方怎樣可以高增值一些 或者像新加坡那樣可以發展得好一些 其實主要都是卡外勞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不能夠否認 我們真正是已發展的地方 那我們 譬如你叫我和水哥今天去做一些很基層的工作 叫你洗碗 我都不肯 剛才說我真的不肯 是啊 變相你又不肯 我又不肯 那誰要洗 那你就要找一個外勞去做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大家要注意多些 就是 他跟你收新移民是不同的 是兩樣東西 他們不會落地生根 他們不會拿好身份證 他們不會排到公屋 不會拿到你的福利 他們看醫生是要錢的 他們只要工作簽證來香港做事 那我覺得這一部分 那當然了 你有很多所謂國仇家恨 就是看到某一些人已經不太不肯 就是會一類情況發生的 就是起碼我不知道新加坡人 看到馬來西亞人會不會不肯 我想應該沒有我們這麼不肯 看到某些人 其實只要你的生活習慣或者生活模式有些不同 就是多少都會有磨擦 那這個就不是說一些很政治上的話題 就是一般性的地區運作都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會聚居在一起 就是你在不同城市會 有些是什麼小巴黎區 小野道區 唐人街 那就是大家分析了不同的地方 那你那個族群的特性是 是比較like minded或者是生活方式接近的人 是會偏向聚居在一起 我也不明白別人的那些是日本人區 小巴黎 中國那些要叫唐人 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唐一九我都不明白 可能就是唐朝天黑漢 是精官知智最強性的狀態 就用了唐這個字 有時候都叫漢人 因為漢人就是 你都是來自那個朝代 但是不要用我 那些歷史的東西我也免得說太多 回給你的對家去說 因為現代我就 我的唐字很敏感 okok 你再說多些就ban你 就ban你 那今集差不多了 短短的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樓市股市 是 生仔也說完了 今集差不多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